我主上确实是在早年间受过一些伤 需要一枚七彩雷席里的尊杰丹药来疗伤 若是你可以炼制出来的话 或许真的可以帮助到它 金霜再次打量了一下硝烟 虽然金霜并不知道 硝烟究竟有没有炼制出尊杰丹药的本事 但是在硝烟的身上 金霜感受到一股特别强悍的圣炎气息 若是硝烟拥有这一般强横的火属性能量的话 也没必要为了见到主上去撒这么个谎言 而且硝烟的实力虽然十分强悍 但是和主上相比还是有着不低的差距 放心 若是可以交换的话 小子必然会竭尽全力 不过这一次小子需要隐瞒身份 在未曾见到永恒古术前辈之前 还请不能暴露身份 硝烟接着说道 只见到金霜微微点点头 是担心磨合古族的那些家伙 在我主上下的一段感悟 可以帮助任何人突破天至尊境界 就算是天尊血脉 也仅仅只是可以帮助人 在天至尊之前畅行无阻 但是到了天至尊这个境界 则是必须要一段特殊的造化才可以 不过据我所知 这次磨合古族 可是派遣了两名天至尊强者 带队前来 以你的实力 硝烟摆摆手 倒是不用管他们 我隐瞒身份 只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并不是怕了他们 若是他们赶出手的话 我不介意磨合古族 再损失两名天至尊层次的强者 听到硝烟这般说 金霜也是无奈摇了摇头 放眼整个大千世界 感觉这般说的人 恐怕都是凤毛铃脚般的存在 硝烟敢说这话 应该是不仅自身的本事十分骇人 还有着超乎寻常的底牌 在前一段时间 震惊整个大千世界的五大圣 品天至尊 即将爆发的战斗之中 便是太陵古族的太明老祖和剑狱的青山剑圣 出手护主硝烟 最后甚至连大千弓都被震动了 金霜想着硝烟的自信 应该是来自于这些他身后的强者吧 不过若是硝烟动不动 就得罪魔和古族这样 在大千世界最巅峰的势力的话 就算是剑狱和太陵古族这样 同样处于巅峰的势力 也不可能次次都可以护得住硝烟 既然如此的话 那本座这一次 便跟着你去往天堂孤岛一趟 不过可没怪我提醒你 我主上的脾气可不是很好 若是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话 或许他不会杀了你 但是一顿胖揍可是免不了的 金霜捂着嘴轻声笑道 硝烟也是无奈一笑 他倒是想知道 这永恒古术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境界 可以揍自己 可回头想想 这永恒古术 既然可以和剑狱的世界术齐名 其修为必然也是在天至尊阶段 甚至有着圣品天至尊的实力 岳父 这次有金霜前辈带着我 去那天堂孤岛便足够了 古元文言则是微微点点头 他自然是知道地至尊层次境界 虽然在大千世界 已然算得上是最为顶尖的战力 但是此时已经帮不上硝烟的任何忙 到时候 若是真的和魔和古族 这样的超级实力 发生冲突的话 很有可能还会拖后腿 鱼霸便是见到金霜 缓缓摘下一枚金色的树叶 随即轻轻一挥 那枚金色的树叶 下一刻顿时 转变成了一道金色的空间漩涡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走吧 注意安全 古元轻声说道 小炎点点头 身形一闪 和那金霜一起消失在了空间漩涡之中 古元望着那逐渐闭合的空间隧道 也是不禁无奈一笑 没想到这才多少年的时间 这小子便是从斗气大陆的巅峰强者 达到了大千世界的巅峰强者 想起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或许就连这大千世界 也是无法阻拦你前进的脚步了 不过幸亏老夫当初目光如炬 每一个优秀的女婿身后都有一个更为优秀的老丈人 哈哈哈哈 在金霜的带领下 硝烟踏入到未免穿梭的通道之中 但硝烟却并没有开启自己的地雁帮助金霜 虽说因为金霜长相和声音酷似自己家的小魔女 而讨得硝烟十分喜爱 但是硝烟却是内心之中有一种不明所以的危机之感 这金霜寻找自己 真的只是为了给那永恒古术炼制丹药 永恒古术和当初的菩提古术不同 若是可以称作这金霜的主上 想必除了其本身强横的修为之外 林智必然也是达到了极强的一个层次境界 和这等老狐狸交手 到时候必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枚丹药 便是可以应对的 不过现在还不清楚那永恒古术是狄室友 硝烟也不敢妄加猜测 若是仅仅只靠着一枚尊杰丹药 便可以换来圣岩榜第36的圣岩的话 那么对于硝烟而言的话 这笔买卖绝对是只赚不赔的 只见到在金霜的带领之下 硝烟和金霜乘坐着那一片黄金树叶 快速朝着卫免通道的尽头 快速奔袭而去 如此过了大概三天的时间 硝烟才感受到卫免空间通道尽头 所带来的特殊空间波动 中介域虽说其中的未免大陆实力都不怎么样 但是其面积 就算是五大神族的介域加在一起 或许都比不上中介域的七成 只可惜 在中介域之中 本身没有什么盛产资源的地方 不然的话 若是可以统一中介域的话 那么其想法 必然和如今的炎帝无阻 不谋而合 硝烟戴上面具和斗篷和金霜 从天空之上 破开一道空间裂缝 来到了这天堂孤岛之上 只见二人刚一踏足到这片天堂孤岛之上 便是被眼前嫩如彩虹般美丽绚烂的景象 震惊到了 放眼所过之地 皆是一片好似粉色山川河流的样子 虽然这里的生命气息并不多 但是这里的风景 却是很少有未免大陆 可以与之相比 可在震惊片刻的时间之后 硝烟便是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 这天堂孤岛 似乎除了未免大陆中心的位置之中 有着十分强烈的灵力波动 其他的地方 似乎并没有任何的生命气息 金霜见到硝烟在四处观望 也是笑着解释说道 不要奇怪什么 这天堂孤岛 本来就不是给人生活的一片大陆 而是中介于之主的后花园 派遣三个地至尊强者守护的后花园 硝烟震惊说道 金霜笑着点点头 这中介于的面积 虽然十分庞大 而且并没有统一 但是天至尊强者 却是只有一个 故而 中介于所有的强者 都习惯称 其为介于之主 这位介于之主 是什么实力 跟永恒古术有什么关系 硝烟接着询问道 金霜倒是无奈一笑 你当什么人 都会跟主上扯上关系 主上都不知道 存在了多少年的时间了 就算是当初的不朽大帝 在主上的面前 也得自称宛辈 那中介于之主 不过灵品天至尊 中期层次的实力 怎么会有胆子 跟主上扯上关系 只不过主上这次降临的地点 是在他的后花园之中而已 硝烟闻言 无奈抖了抖肩膀 那这位介于之主 这次也会参与到 永恒古术的造化竞争之中 金霜摇了摇头 主上的造化 主要针对余地 至尊层次的强者 像你这种厚着脸皮 来到这儿的 天至尊强者 还真不多 不过那介于之主 真正忌惮的 应该是磨合 古族那些派遣小辈前来 却还有这老家伙 坐镇的天 至尊强者 所以就算这天堂孤岛 是那介于之主的领地 那家伙 也是不敢之意生出来的 硝烟呵呵一笑 旋即和金霜 快速朝着 卫面和新的方向 快速飞去 天堂孤岛的面积 其实和秦儿的时期 重天差不了多少 以现在硝烟的速度 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便是来到了 这卫面中心的地带 不必未免传送入口的 空无人烟 这里无论是人族 还是兽族的强者 此刻都是在那巨大的 参天九彩树之下 安安静静等候着 不难发现 越是实力强悍的存在 靠近九彩树的位置 便越近 硝烟和金霜身形 缓缓从天空之中落下 其身前不远处 一个实力达到 利品至尊境界的老人 看见硝烟 居然站在自己的身前 也是不禁嘲笑道 年轻人应该多出去 历历历练 如此年轻 便想来到这里 争夺不属于自己的造化 最终当心自己的小命 都丢进去了 不劳前辈费心 小子闯当惯了 就喜欢朝着人 多热闹的地方急 硝烟扶了扶自己面具 轻声笑着说道 老者眼神一宁 顿时一股 属于至尊境强者的 恐怖的威压 直接作用在了 硝烟和金霜的身体之上 只可惜 这种层次的威压 并没有对硝烟和金霜 产生任何的影响 直前硝烟还没有转身回击 便是见到一道龙吟之声 从硝烟正前方的方向 快速袭来 金霜这一次的眼神之中 充斥着认真的神色 可刚想一掌与之相对 却是发现 那道龙吟的方向 并不是朝着他们 而是朝着那名老者 刹那之间 老者直接被那道龙吟之声 震得蹊跷流血 倒飞出去 无影无踪 硝烟转头看向远处 赫赫一笑说道 看样子太虚 古龙对于气息的感应 还是十分强悍啊 好久不见了 竹坤前辈 子言 好久不见了 就在这时 金霜转身看到 几道身形十分壮硕的壮汉 正在朝着自己的方向 踏空走来 其中 硝烟所对的那一人 实力竟然达到了 下位帝至尊巅峰的境界 比起古猿 都是强了一线 而跟在其身前的 那个小女孩 则是位于半步的 至尊的层次 距离真正的 帝至尊强者 也只是有着 一线之隔而已 而其中为首的那人 实力则是半只脚踏 足到了天至尊境界的 帝至尊巅峰层次的强者 其实力比起金霜 都要强大了一些 小女孩蹦蹦跳跳 跑到硝烟的身前 笑 哦言笑 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女孩虽然也是戴着面具 但是样子 和当初在斗气大路上的时候 没什么两样 硝烟笑着点点头 子言 当初老师说 你这小妮子刚一来到 就仗着穿着能力乱跑 我还担心你跑丢了 不过 现在放心了 只见其身后的竹鲲脸上 也是露出无奈的神色 对于这个小祖宗 自己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反倒是走到了硝烟的跟前 笑着拍了拍硝烟的肩膀 你这家伙 看样子 也是有着不少机遇 我还以为在见面的时候 需要我罩着你呢 没想到 你居然已经达到了这般的地步 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乃是圣龙大陆的龙天长老 严肖见过龙天长老 就在这时 周遭一些势力的强者 听到这些人乃是圣龙大陆来的强者 纷纷都是将目光转向了这边 要知道 圣龙大陆的 可是大千世界少有的实力极强的存在 在兽族之中 一直都是处于霸主地位 而且 大陆之上 还有着真龙帝这样的 圣品天至尊后期层次的强者坐镇 就算是五大谷族 都不敢去轻易招惹 若是说 剑狱之中的 圣品天至尊后期强者 青山剑圣 因为要守护世界树 而不会轻易卷入到一场纷争之中 那么圣龙大陆的真龙帝 可不是一个优柔寡扮的存在 所有恩怨 皆是凭借自己的好物来解决 若是硝烟和真龙帝有所交情的话 那么 若是下一次磨合古族 再去为难硝烟的话 真龙帝可就不会像青山剑圣那般 逼腿磨合古族的圣品天 至尊强者了 或许真龙帝会直接出手 解决这些麻烦 然后再跟大千公 交涉着其中的事情 这个人是谁啊 居然和圣龙大陆的人 有这一般的交情 磨合古族磨合男沉生说道 这一次 他便是磨合古族派来 准备迎接古术造花的几名年轻人之一 身前的一位老妇人 感应了一下硝烟身上的气息 玄机疑惑地睁开眼睛 这个年轻人的灵魂境界 竟然达到了虚境的层次 我的灵魂感应 竟然完全看不透这家伙 磨合男不可置信地南南说道 磨合夜长毛 以您老天至尊层次的修为 居然看不穿这个小子 这怎么可能 那这家伙的灵魂境界 岂不是都可以和天至尊强者抗衡呢 他在磨合古族的年轻一辈炼药师之中 可以说是天赋最高的存在 而且就算是磨合古族 乃至整个大千世界的老一辈炼药师 也很少有人能在灵魂境界 甚至炼药术与之媲美 可即便如此 磨合男的灵魂境界 也只是停留在玄境层次的后期而已 这些年能打败他的 没有在泰林古族炼药大会之上的 那个叫做硝烟的年轻人而已 难道这个家伙是硝烟 磨合男旋即一向是 茫然想到了什么似的 磨合夜原本微眯着的双眸 也是开始变得冷冽起来 硝烟 那个杀了我 那那么多磨合古族族人的硝烟 磨合男深深吸了口气 不可能 不可能会是他 我见过他 虽然这一家伙炼制出了尊结丹药 但那也不过是凭借损耗自己本源 从而强行炼制出来的 他的灵魂境界应该和我差不多 不可能有着虚境层次 越是天才的人 就越难接受自己不如别人这件事情 身为磨合男也是如此 灵魂的修炼极其困难 这才不过几年的时间 硝烟便从原本的灵魂境界 提升到虚境层次 这说什么磨合男也是不会相信的 一旁同样身为天之尊境界的 磨合古族强者 磨合月长老则是沉声说道 既然如此的话 还是先进观其变吧 既然圣龙大陆与这个家伙有着交情的话 我磨合古族 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招惹 别忘了 我们这次的目标 只是为利傲得到永恒古术的造化 若是可以得到永恒古术的造化 未来对于你们晋升成为 天至尊层次的强者 有着无限的好处 知道吗 磨合男等一众 磨合古族的年轻人 异口同声回答到明白 说吧 只见到磨合夜 接着转身 看向磨合男说道 磨合青长老嘱咐你的那一枚 丹药保管好 放心吧 老师所炼制的丹药 必然会解决永恒古术所遇到的难题 到时候 永恒古术签了 我族这么大的一个人情 必然会帮助我族 增添几位天至尊境界的强者 磨合男笑着说道 磨合月长老则是接着说道 只可惜现在磨合青长老正在闭关 不能亲自到来 若是磨合青长老亲自到来的话 凭借其能炼制无尽之阶丹药的实力 或许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愿意 和这样一位炼药师结怨 会给我们省不少的麻烦 磨合男文言也是无奈叹息了一生 老师灵魂力量过于强悍 所以每一次的出手 几乎都需要闭关很久的时间进行恢复 两位长老还请体谅 磨合夜和磨合月 虽然归为磨合古族的长老 但自然是不敢在磨合青的面前摆谱 在磨合古族之中 就算是同为圣品天至尊境界的磨合鹰 以及磨合羊长老都是对其十分客气 而在磨合古族之中 磨合青的地位仅仅只是比起磨合天 要低了那么一些 若是赶得最磨合青的话 别说是两位天至尊级别的长老 就算是五个天至尊级别的长老 磨合古族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听说前段时间圣龙大陆并不是十分开平 如今事情已经解决了吗 萧炎询问道 当初萧炎在百灵大陆的时候 见到圣龙大陆的行妃 正在被百灵大陆的强者追杀 故而当时仗义出手救下了行妃 从其口中得知 现在圣龙大陆也并不是十分太平 那被称作龙天的长老 虽然是个大块头 但是面容却是十分慈善 因为萧炎的血脉 融合一部分的龙黄血脉 故而也是可以感应到 这个龙飞的龙族血脉之力十分强大 甚至可以和太虚古龙媲美 萧 欧不言萧小友 曾经救下过我圣龙大陆的人 便是我圣龙大陆的朋友 关于小友的实际 我圣龙大陆也是有所耳闻 族长对于小友也是十分欣赏 此话若是放在旁人听见的话 或许直接会被当场震惊主 要知道 圣龙大陆的圣龙族族长 乃是真龙帝 一位圣品天至尊后期层次的强者 达到了这个境界的强者 且不说实力已然位于这个世界的巅峰 就连其骄傲 都是可以延伸到九天之上了 能让一名圣品天至尊后期的强者 尤其还是拥有龙族纯正血脉的真龙帝 十分欣赏的人族强者 在整个大千世界一以生灵之中 都可以用一只手术过来 真龙帝前辈谬赞了 改日一定前往圣龙大陆去拜访一下 这个时候 紫燕走到硝烟的跟前 笑着说到前一段时间 的确是有着血灵族的家伙 来到圣龙大陆来捣乱 不过后来 来了个自称无祖灵动的家伙 在我圣龙大陆血灵族驻地未免之中 大开杀戒 仅仅一战 便是斩杀了数以百万血灵族的侵略者 最终还杀红了眼 被族长亲自出手镇压了 说到无祖灵动 朱坤也是无奈笑着摇摇头 这个年轻人的天赋和实力 我活了这么多年 也就只有你能与之相媲美 我的天 最后都杀红了眼 似乎族长 最近又镇压了他一次 这次是大千公公主亲自下旨镇压的 将其流放到外园界 戴罪立功去了 不过好像又回来了 听到就连一向以豪迈著称的朱坤 在提到林栋的时候 都是跟在提温审时的 萧炎也只能是无奈一笑 我在外园界 已经遇到了林栋兄了 这家伙人不坏 就是脾气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 不过放心 林栋兄十分重情义 只要不去主动招惹他的话 这个人还是十分值得深骄的 萧炎笑着说道 听到萧炎和林栋 还有着这一层关系 即使是龙天 也是感觉到十分的差异 但是朱坤和紫炎 倒是觉得十分正常 萧炎的脾气十分柔和 正好和林栋比较互补 但是这并不能说 萧炎的实力不如林栋 林栋可以达到的破坏力 萧炎同样可以达到 甚至做得更好 萧炎笑着看了看四周 没想到 这一次这么多的强大实力 都带着自家的年轻人 来到这里讨一份造化 而且还都隐藏着不出来 圣龙大陆这一次 就派解一位灵品天 至尊中期层次的强者 看样子 也只是稍稍占了一些优势而已 萧炎只是用自己的灵魂 轻轻一感应 便是可以察觉到 这里有着树道没有出现 但是异常强大的隐秘气息 ח愿轻一样的灵魂 你怎么能够